Hello 大家好 你們到了中山看樓 是否會經常聽到一些銷售說 這個發展商賣了幾千套 賣了幾百套貨 究竟是否真的 記得日後看樓 不要拆穿地 而且你也要忍著笑 今次和各位分享 2023年賣得最好的十大樓盤 第一門就是馬鞍島上的 萬科心業灣中新城 總共賣了一千三百三十五套 第二門就是三鄉的華法官山水 總共賣了八百三十九套 第三門就是馬鞍島的 招商真灣庫 賣了七百九十七套 第四門就是坦州鎮的 日盡半島六百三十九套貨 第五門就是火具開發區的 健康花城六百零九套 第六門就是坦州鎮的 感受國際花城五百八十五套 第七門 南區的碧桂園鳳凰城五百八十三套 第八門就是東區根治總部的 寶龍城五百二十八套 第九門就是火具開發區的 月秀建法11月五百二十六套貨 第十門就是神灣鎮的 遠陽繁花里五百二十二套 現在再和大家分享 中山2023年賣得最好的發展商 第一門就是萬科 全市有十個項目 總共賣了二千三百六十九套 第二門就是雅居樂 全市有二十二個項目 總共賣了一千九百九十三套 第三門就是保利 全市有八個項目 賣了一千四百二十八套貨 第四門就是敏涉 全市有五個項目 賣了一千一百零一套 第五名華法 全市有六個項目 賣了一千零四十四套 第六名招商 全市有四個項目 賣了九百九十七套 第七名 遠陽 全市有八個項目 賣了八百二十五套 第八名就是碧桂園 全市有十二個項目 賣了六百八十五套 第九名 深業 全市有兩個項目 賣了六百七十二套 第十名 日盡 全市有兩個項目 賣了六百六十五套 從數據上來看 賣得比較慘的就是碧桂園 全市有十二個項目 只賣了六百八十五套貨 以上的數據 各位可以參考 但不建議各位跟著數據去買樓 因為樓盤時不時都會搞促銷活動 令人衝動消費 所以建議各位做足功課 了解清楚樓盤的有缺點 再去做出正確的選擇 我們下期見 拜拜